先開始來關心的就是這個雞蛋 有在吃雞蛋的民眾可能發現 最近這個雞蛋的青春有變得比較貴 青春有在這個菜汁在賣 說一斤 在今年這個二十一塊 一斤起到現在一斤三十三塊 可以說起賣將近賣六勝 這個刺激的業者表示 說受到這個國際的原物料器材 是讓身份就增加 還有天氣也沒什麼問題 無論是整個金門的培根蛋餅 原來才是火腿蛋吐司 早餐店裡面很多東西都要養有雞蛋 但是最近雞蛋價錢一直去 早餐店老闆真的賺不到 顧家一直波動 我們又生意不是很好做 就怕說漲價的話客人會流失 現在做的兩個價錢越來越高 年齊一斤二十一塊 現在一斤三十三塊 四雞協會表示 最近天氣不穩定 四雞的店比較濕 白館比較多 兩雞比較會感冒 排氣三雙當然減少 另外四雞的事物問題也見到嚴重 治療企業機械很辛苦 未能的人身邊上的日子也難過 就延遇到漲嘛 基隆比較少嘛 所以就是 但就漲 漲幅比較高 不要有時候還是會少一點 比較省用啊 就不敢太消費這樣子 市街夾這裡表示 現在是冬天路 所來告解我們 省門提款 使用的環境不好 數個量越來越多 狀況之下 第幾來底 介紹很難回問 現在傳播到